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幸捧到我的好朋友郭头头 我们俩是英伦红人杰才认识的 所以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做一个视频 就是能让大家了解他 也了解我自己 然后我的频道就是说 希望能够让这边的华人朋友多多connect together 因为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边很难交到朋友啊 或者他们那个社交圈比较窄 那么我希望我的频道能够分享到这个 我交朋友一些经验呢 然后一些英国的生活 对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OK 我叫郭头头 在英国长大的中英混识模特 今天给你们聊一聊是我的意外 然后郭头头呢就是我最近才关注他 了解你之后发现你特别有意思 而且他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个意义帮你 我今天主要就是要来灵魂的拷问一下郭头头 对中国的了解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都没有准备 但是急性一点 对对对 这就是HOT BOILING QUESTION 灵魂拷问 好的 走你 开始 我就不给他太多时间准备了 就是现在准备算来 这样子 这样比较意思 OK第一个问题 你最讨厌的中国食物是什么 那些太甜的南方菜 但是我还OK 有一些是特别那种食物不能结合比如说 有一些 虫的内脏啊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英文是smelly cheese 所以有味的奶酪 有味道的奶酪 抽豆腐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OK的 对我的人呢 各种各样的菜我都OK吃 就不太激 那你能吃辣吗 我小时候我特别奇怪的孩子 因为我在吃我妈妈给我做饭的菜 比如说一些英国烤肉什么的 但是我搁一点辣椒油 对我妈妈很酷 OK 那你知道过家家是什么意思 过家家 其实是我们中国小孩都会玩的一种 想说玩的游戏 就是你伴爸爸我伴妈妈 然后我们两个组一个家庭 然后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 我小的时候我们玩过 叫英文叫my shop 我的商店 所以我把我所有的玩具 我所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我作为我表演一个生活员 我妈妈来到买我的东西 但是每次有点失望 因为她不想要 没人买 或者我的价格不公平 不太公平 OK 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个 然后做饭还可以 OK 那你喜欢吃饺子吗 其实我也喜欢这些 最喜欢的 如果我的生活 只有一天我选择吃饺子 对对对对 或者我如果在一个岛 当然是猪肉白菜饺子 但是因为我在英国长大 好像我喜欢的味道 跟国内的小伙伴们 有点不一样 我喜欢煎的角色 炸的那种 稍微带一点脆脆的 那种 我的意思就是煎的吗 对对对 但是我发现我的中国朋友 都喜欢煮的角色 对对对 传统的是煮的 然后国业的角色会煎一下 还有我喜欢酱油 但是我的国内的小伙伴们 喜欢醋 对我也喜欢 我是醋和辣椒 醋和醋和辣椒和汤糖 醋和糖 糖糖糖糖糖 四个足料 好的好的 等我一下 我的有CUT 我的问题已经 不用CUT 大家今天没有停顿 我问题太多了 你知道吗 问题太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记不住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没有CUT 没有停的 因为这比较自然 好的 那你放过鞭炮吗 那种特别长的那种 中国的那种 你自己放过吗 对对对 特难 你是不是挺害怕的 但是你刚才问我会抱着吗 对不对 你还会抱着吗 但是整个是紧张的 你会被父母催婚吗 这我听不懂 催婚就是他们会 force you to get married You need to do certain things 他们任何压力没给我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心里现在比较着急 而且现在我妈妈爸爸的健康不太好 所以他们有点着急 但是他们想要我有自由 那还行 还想开放式 开放 如果你有交往对象的话 你是用中国传统式的方式跟他交往还是西方式 比如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你要买单 还是AA制还是你帮对方做 我个人喜欢买单 乘客因为我的人爱嘚瑟 还有我想要对方对我 对对对 但是我的原因跟中国人不一样 我想要他对我留下我的印象 你知道吧 我觉得男的应该照顾一些 应该照顾一些 但是肯定我聊天的风格比较像英国人 因为我实在英国长大 对对对对 但是你的出事方式会比较中国一点 对对对 那你就接近中国人了 等于说是 你往上面卖了一部 对对对对 OK 那你喜欢别人追求你呢 还是你会追求别人 就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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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你得先想追她 但是你心里又是要说喜欢我 对 男人特别习惯 明白 要装一下就是深沉 对 我喜欢挑战 那你应该喜欢有个性的女生吧 不是很喜欢那么听话的 就是什么都听你的 我觉得最有魅力 最漂亮的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性格 我不喜欢他们一直在听我说话 我喜欢我们是平常的 所以可以互相帮助 他给我教育 我给他教育 他听我 我听他 这是我的梦想 但是现实有点不一样 那你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中国和英国的文化矛盾 就是父母他们的观念不同 产生了一些矛盾 怎么样去化解 非常多 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特别喜欢一个英国女的 我17岁的时候 所以我邀请她来到我的家 我给她做饭 那在中国的观念就挺认真的 就是你带对象见父母 对对对对 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我爸爸在不在家 但是呢 我爸爸回家 发现我们的特所堵了 什么意思堵了 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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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特所啊 他去洗手间 他回来我们的客厅 我爸爸说 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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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大使 他非常困惑 他不知道我们的客厅是堵的 他特别害怕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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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爸爸真不认 他说 这是自然堵了 我爸爸不知道 就因为对英国人来说 觉得有点 下色堵了 有一些沟通的问题 语言障碍 在那个戴高 对对 所以有很多 但是 慢慢来 我爸爸也是我的影响 虽然我们有这些 文化上的矛盾 但是你看我 我选择去中国发展 我选择 因为我的职业 全是为了中国的观众 做模特是为了中国的公司 所以当然我爸爸很很开心 影响我 我觉得你的观看你的视频 还是挺正确的 对对对对 跟你的父母的教育 还有这个影响是离不开的 对对对对 没有8%是妈妈 8%是妈妈 但是你现在我觉得到80% OK 你差不多 谢谢 OK 行 那你觉得在你的感受中 就是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差异 就是你喜欢英国文化哪里 喜欢中国文化哪里 我最喜欢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我觉得中国是非常团结 对 bound together 对对 联合的文化 比如说给你比较介绍的几个例子 就是我去中国的时候 对我给我唱一首歌 大家都已经认识已经见过这首歌 你知道吧 所以这比较好 因为对每一个人有一些一样的背景 或者一些一样的文化已经了解了 但是在英国每一个人想要作为独立的人 对 这一方面也OK了 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候 因为这些文化比较 broken 比较破 所以我当然比较喜欢我选择中国的路 对 你感觉有一种大家庭的感觉 大家都还去照顾给你 support 对对对对 比如说在中国文化 你说你喜欢中国文化那中国人都爱死你了好吗 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子 不要 没必要 但是没办法 Background 这那你喜欢英国文化的美国 我觉得 我特喜欢一些英国 像香港音乐 特喜欢英国的村里 在伦敦的周边 当然喜欢英国电影 有一些东西喜欢 但是关于文化 我觉得英国人的幽默挺好 我的幽默的风格是英国风格的粉色 我自己个人也喜欢 我也喜欢英国 我跟美国比的话 我更喜欢英国的幽默 他们说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疯你 对不是directly 但是你回过台来 好像刚才在骂我 还是怎么样 但是在英国我真的有麻烦 有问题 因为所有的倫敦的英国女的都讨厌我 所以你现在就追中国女孩吗 可以的 那你还会别的方言吗 除了方言就是 dialects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s Do you know any other ones Other than obviously 东北话 东北话你会 你吐的吐的你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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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话你会讲 羊的耳朵 北京话你会讲 在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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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方言 上海 我的话其实我上海话都听不懂 这是那种有点嗲一点点的 对对对 蛮多 蛮多 你可以慢慢的 美好但是广东话 广东话 对 可以啊 你还是知道一点 哦 日文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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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都是该一种 那种 但也可以很点啊 就是 他们会 你知道 那种有礼貌 韩语也不一样 我可以说 所有国家的口音 哦 我懂 我之前也想做一个视频 就是去模仿 不同的口音 我不会讲 其实我讲的都不make sense 但是抓住那个tone 你知道吗 就好像康康那种 康康那种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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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韩语说 你好 什么什么 你看它是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印度就是 印度人 我是印度人 对 我是印度人 你看 那你去过中国别的城市吗 最喜欢当然去北京 但是呢 有一次我 对 两年以前 是我第一次去过 我爷爷的出生地 我的老婆在河南 在河南 河南 我是河南人 天呐 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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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村里 在浦阳的旁边 哦 我是新疆来的 洛阳那个牡丹 You know there's a famous flower 是洛阳 不是浦阳 那那是浦阳的 那是浦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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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浦阳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河南华也是一个大类 你可以招 你弄傻的 你弄傻的 对 就是what are you doing 你对我弄傻 我叫来干啥 对 我刚才应该问过 有人拉着你拍照吗 就是你长的这种 Foreign脸 有时候你去旅游 或者去什么地方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 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合作照片 有没有人问过 what do you think 应该有吧 肯定很多吧 每次我到飞机场 哈哈 飞机场就开始拍 但是这是挺好玩的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有些朋友 他们非常敏感的 英国人说的 为什么 不知道 我怎么变得这么famous 对 读过中文是这样 他就读过中文是这样 读过中文是这样 对 没关系 中国的 我喜欢 比较老一点 80年代 90年代 对 那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你就是谁 随便听 对 因为我的经典 其实我也挺喜欢老歌 歌手名字 对 但是在飞机场 那个 天涯 I don't even know that song 天涯 天涯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 太老 对 对 电影 我非常喜欢 张一摩 对 我最喜欢的名字叫 舒奇 谁 舒奇 哎呦 性感女神 哈哈哈 那你喜欢那个吗 我以为你喜欢小可爱一点 那你还是喜欢成熟一点 我不喜欢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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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舒奇是这样的 嘴唇很厚啊 自然 对 你不喜欢偏可爱的 其实亚洲的style 都是可爱一点 有的 有的 如果您告诉我 我喜欢你 因为你非常可爱 我觉得男生 对 外国男生 我知道他们不太喜欢被称算可爱 他想说 嗯 我应该闷一点 但在我们 亚洲女生可以去把这个男的说 你好可爱 但是说你的性格 性格 感谢朋友们 希望你们喜欢 你看没有听歌 很自然的很券业 希望你们喜欢 我不专业 我看了我好多次手机 没有 我不知道 我聊着聊着就忘了 下一个问题是啥呢 好吧 开心 好 感谢朋友们 下次见 拜拜 锅头豆同学 锅头豆同学 锅头豆同学教我 弄点画面 技术上的问题 哎 你喜欢吃饺子吗 你喜欢吃饺子 有一些饺子 饺子完了以后 所以现在我想要去 脚子消失了 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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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朋友 找锅头偷拍了 太红了